欧阳小姐 欧阳小姐不好意思 欧阳小姐她不想见你 是易先生让我来的 你们还不让我进去 可是这样我们也很为难 你是不是想关禁闭 还不让开 欧阳小姐 欧阳小姐来了 你来干嘛我不想见你 我妈我想单独和易小姐说几句话 可以吗 好好好 那你们聊 我出去 易小姐 我今天来呢 一是来向你道歉的 二是来向你道谢的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更不需要你的道谢 我没有向爸爸揭发你们 不代表我不恨你们 只是我不想领会你们 易小姐 你真的误会我和沈先生了 昨天晚上 苏玉文想要欺负我 被易先生和沈先生及时阻止了 我虽然说人事没有出事 但是也吓得一晚上没有睡好 昨天我给沈先生送文件的时候 他正说话安慰我呢 你就进来了 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 偏偏是他来安慰你 易小姐 昨天晚上是易先生让沈先生送我回家的 如果你要不相信的话 可以去问你爸爸 易小姐 沈先生昨天晚上送我的时候 一路上都在夸易小姐 又聪明又懂事 是一个好女孩 我不信 肯定在骗我 我怎么会骗你呢 你们俩的事 易先生已经同意了 就快要订婚了 以后啊 他只喜欢你一个人 他一定会好好地对你 他真这么说了吗 是我亲耳听到的 不会有错 你这个傻瓜 你怎么能把这种话说一遍听 不过呀 这沈先生还说了 荣荣啊 是什么都好 只有一样不好 他说什么了 他是不是说我坏话了 沈先生说你就是爱吃醋 不准他看其他的女孩子一眼 不然呀 你就会大发脾气 谁吃他的醋呢 我看他在臭眉 易小姐 请你相信沈先生 他的心理真的只有你一个 我跟他之间 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欧阳小姐 我相信你 易小姐 那你好好养伤吧 我也该回去了 总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好吧 那你有空的话要过来看我 我在这里都快闷死了 我会抽空过来的 再见 再见 欧阳小姐 张先生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听说易小姐被车撞倒了 就赶过来看看 您也是来看我易小姐的吧 是啊 回去了 对 回去了 庄先生再见 再见 杨小姐 杰杰你来啦 就有早上出去办点事 我才听说你被车撞了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很快就能出院了 你要有事的话 你去忙你的 不用管我的 你的事我这个当舅舅的 怎么能不管呢 我可就你一个宝贝啊 就知道舅舅最疼我了 追到就好 以后啊 等舅舅老的不能动了 你也得疼舅舅 那肯定的 等舅舅老了 我就把舅舅接到我们家去 每天给你做最好吃的菜 给你最好喝的酒 真乖 舅舅一定得给你找个好的男朋友 我才不要呢 我已经有一个了 荣若 听舅就说 沈沐风不可靠 你不要被他骗了 你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小子 他背着你 找回那个欧阳倩好上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爸都晓得了 还是他告诉我的呢 那我爸要怎么处置他们呢 你爸呀 现在被那个小妖怪迷惑住了 他不但原谅他的不忠 还要向他求婚呢 那我爸也会原谅沈沐风吗 沈沐风 这小子 我今天晚上就做了他 你可不能跟你爸说是我说的 更不能告诉沈沐风 舅舅 真是为了你好啊 听见没 荣若 荣若 我告诉你啊 沈沐风这小子 还真不值得你爱 你不用难过 舅舅保证 一定给你找一个 比他更好的小伙子 那个 我知道了 我早就已经把他忘了 我不会难过的 就你放心吧 这就好 那这样 舅舅晚上还有行动 我得先回部里去 就不陪你了 铁铁好好养着啊 别乱跑 这时候再见 再见 吴妈 吴妈 小姐 怎么了 快 快给沈沐风打电话 就说我要找他 我马上要见他 哦 快点啊 好 喂 哦 吴妈 我马上要见我 你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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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个人 就算是 遍你 我把他 我把你 都拿到 我了 你还没有 我把你 吴妈 孙先生来了 学姐 那你们聊 我先吃起来 还疼吗 怎么不疼 你被撞一下试试 我还以为你不理我了呢 接到吴妈的电话 说是你让我来的 我特别高兴 我不管你和欧阳倩 是什么关系 你们赶紧走吧 离开上海 怎么了 我爸爸已经知道 你们的事了 他要让我舅舅 找机会暗杀你 我跟欧阳倩 什么事都没有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这个回头 我跟你爸解释一下 就没事了 就算我相信你 我爸爸也不会相信你的 再说了你是地下党 你要对付他 他也一样不会放过你 所以你们赶紧走吧 离开上海越远越好 我现在还不能走 我还有一件事没完成 你必须要杀了我爸爸 才能离开吗 我再找一样东西 找大楼才能走 这样东西是日军的 细菌病毒一计划书 关系着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命 我不能就这么走了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我不想我心爱的人受到伤害 我 所以你赶紧走吧 你别再让我左右为难了 行吗 蓉蓉 你要知道现在全中国的老百姓 正在经历战乱了痛苦 在这种时候 我们个人的利益安慰 其实真的不算什么 如果你能帮我 我不会帮你的 不论他做了什么 他都是我爸爸 好 我不逼你了 但你也别逼我 我暂时不会离开上海的 蓉蓉你知道 你去学校的机会吗 学校说 今天晚上有一个行动 他会在双方交火的时候 找机会在你背后开枪 所以就算你不离开上海 你也千万不要去参加 今天晚上的行动好吗 不就算能躲过今晚 我能躲得过明晚吗 好 我答应你 我不参加今晚的行动 先生 请您出去一下 我要给病人做检查 肉肉 别为我担心 好好养病 等你病号进来 我带你出去散步 路上小心 沈穆峰清楚地意识到 叶安芝动了杀机 自己随时可能遭到暗算 但他不能离开 但他不能离开特工总部 不能让冷风暴计划半途而废 当务之急 是要化解眼前的危机 时间差不多了 叫上沈穆峰 带上六七个人过去 记住 一有机会 就杀了沈穆峰 说点赶紧点 不要让其他兄弟看到 沈穆峰 警方 如果少许都没有出现 我们打不起来 我怎么撑乱杀掉神父 那就下次再找机会吧 记住 一定要赶紧点用 好 我这就是教材 小学院 早 有行动 这次行动我能不能不参加 我晚上想去医院陪荣荣 他一个人快寂寞呢 陪荣荣 你有的是机会 今天晚上的行动 机会难得呀 为了保密 我没有提前告诉你 我们要去抓邵雪通 找邵雪通 对 我们接到情报 今天晚上八点 邵雪通要到工部局 张副局上家里做客 我们提前埋伏好 等他一出现 就立即抓我 他是你的大丑人的 不想抓他 行 可是这个机会会不会太容易了 这样就对了嘛 别想那么多 错不了 跟我走 弟兄们都等着他 走 阿彤啊 你们俩去张先生家呀 多带几个弟兄去吧 不必了 我和飞哥去就可以了 这次去张叔叔家 没几个人知道 不会有事的 多带几个没有坏处呢 德叔你放心吧 时间不早了 那我和飞哥就先走了 路上小心啊 阿飞 保护好小姐 放心 只要我活着 阿彤就不会有事 怎么还不来啊 到底还来不来了 等等吧 阿彤就叮嘱那个院子 只要少学童一出现 就冲过去 这样呢 得别想活着回去 居然开 Mädchen 他希望roc Florence 什么 准备行动 ralralral� 不 不对 有枪声 停车 别停 掉头回去 飞哥 张叔叔还等着呢 这不太好吧 一定有埋伏 即便咱们一给他回头 也不用冒这样的情形 不行 咱们回去 老大 车开走了 妈的 谁开的枪 都是新来的那小子开的枪 骂他差点要了老子的命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这会开这方便跑了 把他给我亏了 坐坐坐 张大哥 新来的兄弟难免会紧张 再给咱们机会吧 快走啊 张大哥 这是公共组建 警察一会儿就到了 是对 益先生 欧阳小姐到了 请他进来 益先生 欧阳小姐 请坐 谢谢 益先生 准备这么丰盛的晚餐 您就请了我一个吗 公共组建 今天请你来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就是向你道歉 给你押金 第二个目的 就是原本昨天要做的 结果让苏宇文搅了 没做成 益先生 您想做什么事啊 公共组建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看我研制的 益先生 是一个风度翩翩 温温有礼的绅士啊 我不是想听客气话 我想听实话 既然益先生这样问起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希望益先生不要怪罪 不会 别说 益先生投靠日本人 在外人眼里 难免会有汉奸的嫌疑 不过 和益先生接触了之后呢 其实就会发现 益先生是一个 重情重义的人 而且益先生的聪明才智 在上海是无人可及的 没错 我在别人的眼里 是个大汉奸 但对我心爱的人 会毫无保留 这一年来 你觉得我是怎么对你的 益先生当然对我很不错 我也很感激益先生 一直都当益先生 如长辈般尊敬 益先生 我不太会说话 您别生气 欧阳小姐 如果我向你求婚 你会不会答应 益先生 您再开玩笑吧 我不是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这十几年来 你是我唯一看中的女人 我想娶你 但我不会逼你 你可以慢慢考虑 就算不答应我 我也不会对你做什么 谢谢益先生 这么看得起我 也谢谢益先生 这么有诚意 我会好好考虑的 回去之后 我会和我父亲 好好商量 三天之内 一定给益先生 一个答复 好 我等你的好消息 来 我们看呗 谢谢益先生 送我回来 不客气 今天晚上 我很高兴 谢谢你的酒 进去吧 明天见 再见 阿倩 你怎么在这儿 阿倩 现在必须得立刻取到那份计划书 除掉益安芝马上离开上海 可是那份计划书至今都没有踪影 益安芝办公室里的柜子和抽屉 我都悄悄地找过了 没有发现 他很有可能是放在了家里 现在我们有办法进入他家了 他已经向我求婚了 这个人明明知道我们之间有秘密 一方面要暗杀我 一方面 还能免不开策向你求婚 你答应他了吗 我没有当即答应他 是想再拖延几天 但是现在看来 只有答应了他 才能进入他家 找出计划书 我认为他不会杀我 不然他不会向我求婚的 慕风 你的处境比较危险 你先撤退吧 不除掉他我不会走的 如果我走了 你的情况就不会那么乐观了 他一定会怀疑你的 你尽管拿了计划书 益安芝已经有杀你的心了 他早晚都会动手的 你别给我操心了 我有办法 你尽管拿了计划书 你真的只能留下 你真的不要命吗 对于一个只有十八九岁的姑娘来说 摆在他眼前的抉择是艰难的 一边是自己深爱着的恋人 一边是疼爱他的父亲 无论导向哪一边 对他来讲都意味着背叛 他不想背叛 但是他也知道 如果此时自己不拉什么风一把 也许他就会死在父亲的手上 药荣 沈梦峰已经向我认过错了 他说他不会再和欧阳小姐有来往了 他还跟你说了什么 他说他是一时糊涂才追求的欧阳小姐 他说他不会再去找他了 他还说他要娶我 做他太太 你相信他的话 不相信也没有办法呀 我和他已经 你听什么 你跟他 我已经是他的人了 就因为这样 所以那天看见他们俩在一起 我才会很生气 我才会被车撞到 药荣啊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沈梦峰是口是心碎他骗你的 你 爸 我真的很爱他 而且他答应我了 再也不会沾花惹草了 我已经原谅他了 爸 你也原谅他好不好 爸 你知道荣荣是离不开风格的 你也不想让荣荣难过 对不对 好 爸爸原谅了 但你要告诉他 我向欧阳小姐 已经求婚了 如果他再骚扰欧阳小姐的话 我不会放过他 谢谢爸爸 我回去一定警告他 我跟他说 你要再敢惹欧阳小姐 就是我爸放过你 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爸 你放心 还有 我听舅舅说 过几天你就要当市长了 不如在你上任那天 给我和风哥订婚吧 不是双喜临门吗 不是双喜临门 是三喜临门 我打算那天 正式向欧阳小姐求婚 那太好了呀 三喜临门那更好了 看看你 开心成这个样子 爸爸答应你 在我上任那天 给你和沐风 举行定婚仪式 把上海的名流都请过来 得知道爸爸在 我最爱荣荣了 爸爸最爱荣荣 但荣荣最爱的不是爸爸 荣荣最爱的 永远永远是爸爸 有你这句话 就值了 我让你找机会杀沈不丰的事 我让你找机会杀沈不丰的事 你是不是告诉了荣荣 你是不是告诉了荣荣 没有啊 我怎么会对她说呢 还骗我 你说谎的毛病还在改不了 我只是 我只为是怕荣荣被沈不丰这个小子骗了 你告诉荣荣我要杀沈不丰 荣荣马上告诉了沈不丰 沈不丰怕我杀他 就叫荣荣来骗我 说他已经是沈不丰的人 只有这种时间 姐夫 既然你知道荣荣在骗你 是不是不杀沈不丰了 沈不丰的确是个人才 现在荣荣已经知道我们要杀他 如果我们真的杀了他 荣荣不会原谅我的 姐夫 我们可以叫恒惠的人去杀沈不丰 您看 能不能这样 在荣荣和沈不丰的订婚仪式上 我安排几个人去刺杀沈不丰 让他们办成是恒惠的人 这样 沈不丰死了 别人都快以为是恒惠的人 为少医夫报仇而上了 没有人会想到沈不丰的手 这样荣荣也就不会责毁的 这个办法不错 你转进去办 喂 又是你 上次让少学童跑了是他的运气好 你有什么办法 好 明天上午十点是吧 好 我会派人过去 明天上午十点 少学童会经过西湖路 行 我马上安排 上次让他跑了 这次我绝对饶不了他 再让他跑掉的话 你也别回来了 是 保证完成任务 姐夫 知道那个打电话告明这是谁吗 不管他是谁 他上次没骗我们 这次应该也不会骗我们 那明天要叫他沈不夫吗 先别叫他 你自己带人过去 是 为了利益 为了权利 张浦诚终于成了告密者 变成了叛律 在他身上仅存的那么一点点正义 早已被邪恶的私欲 冲刷的当年 现在依然质疑你不相信我 但他还没有开始怀疑你 所以你要抓紧时间 尽快地把日军的细菌 尽快速告到手 赶紧撤退 益安芝 交给我来自杀 嗯 我会尽快的 所以我决定 明天就答应益安芝的求婚 进一步争取他的信任 陆枫 你怎么了 你说话呀 我觉得 我觉得很对不起 易容容 沐风 我们这不是为自己 是在为我们的国家 我想易小姐 他有一天肯定会明白的 我先走了 一会儿你回去的时候 小心点 你也是 怎么才来啊 留着耽搁了 小飞 这次找你来 就是为了告诉你 恒惠中有叛徒 昨天晚上血通差点没抓 就是因为叛徒出卖 我也有同样的怀疑 可是这个人隐藏得很深 一时无法判断出来 我会想办法查出来的 至今你一定要更加小心 保护好血通安全 不用你说 我就是死也会让他安然无恙 他还好吗 他身边所有的亲人都死光了 你说会好吗 他最劲难的这些日子 我没有陪着他 我真希望快点完成冷风暴计划 早点还我清白 早点回到他身边 别忘了你是他的杀父仇人 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 即便你完成冷风暴计划 你让他怎么重新 和自己的杀父仇人在一起 阿蜂啊 阿蜂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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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医夫不是我杀的 什么 真的 我没有杀的 龙凤鲍最初的置顶者 就是小医夫 为了实行刺杀易安智的目的 他不惜牺牲自己 来换取易安智对我的信任 现在中共地下党 继续着邵先生的冷风暴计划 目的就是为了除去更多更大的罕见 那你加入地下党了 还没有批准 冷风暴计划什么时候完成 也许就明天 也许没有尽头 也许是明天 也许没有尽头 对沈无风来说 为了冷风暴计划 他背负着太多太多的背叛 他不能对心爱的血童说出实情 不得不扮演他的杀父仇人 但当他的儿女私情 面对着邵逸夫和杨云轩自我牺牲的生命 面对着整个民族的大义 他只能选择承担 承担起一切的骂名 他想对血童说 我爱你 他想对天真纯洁的义荣荣 说声对不起 但他不能 从他接受冷风暴计划的开始 他所能选择的就只有沉默 就只有担当 dust 莫福 咱们很长时间没有好好聊聊了 不知道易先生想跟我聊什么 聊聊欧阳小姐 聊聊仍吗 易姐 其实别人说什么我不在乎 但我只是不想让一千人误会 我能相信你吗 可以 为什么 凭一千人做事方式 如果你不信任一个人 不会再给他机会了 你和欧阳小姐到底是怎么回事 欧阳小姐年轻漂亮 每一个见到她的男人都会心动 当然我也不例外 但是我明白 欧阳小姐是易先生的人 所以我不会万火自贩 易先生 其实我可以离开特工总部 但是我相信 你一定会后悔 如果我不想给你机会 就不想把你叫过来探亲 我就要进市政府了 这个特工总部 以后就是你和如愿两个人的 有一个 可能会做到市长 一个做特工总部主任 前途一片光明 只要你对我忠心 我不会亏待你的 我明白 明白就好 活结之后好好对着我 我市长上任那天 就是你和荣荣的订婚日期 放心 我一定好好对着我 解放 不 清 行 比 会 醒了 没事了 回去吧 是 快点 看见庄先生了 他刚走 有任务吗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了 先生 先生 我听有任务的兄弟说 是去抓邵雪红了 去哪儿抓 好像是西葫芦 那一段旧情案 知道了 大头 张普城主动打电话约你过去 难道他真的会把人交给你 他被人出卖了我哥 这一次他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吧 你哥也是军统的人 他们连自己也会出卖 根本不知道我们行 我爹在世的时候 就担心军统内部太复杂 怕我会吃亏 没想到 还是被自己人出卖了 以后军统的人 再也可想 我真想打破 他是被人出卖了 看他 一切都要打破 他要是军统 回到 他要是军统的 好 阿彤 我未有冲吹日子 你赶紧走 别帮我 不行 要走一起去吧 要走一起 你跟命运我一起去 孙军 如果今天一定要有人把命够在这的话 这个一定是我 因为我答应我自己喝什么 我就是死 也不让你安安我 你说什么 不行能告诉你 我是什么人判断 我要杀了他们 走 走 我不走 走 快 大家快走啊 不要爱我 贵哥 贵哥 追 你这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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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子没说过 多说错 心海里漂泊 是过客 你可心火热 情难得 真假中穿梭 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